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7月10日 札幌刚萨多加分在旺 周六傍晚 日直连友好戏上演 仙台维加泰将在主场对阵札幌刚萨多 仙台维加泰近况争胜利有限 而且主场已经连续多仗不胜 此番面对双方经济首次交手战胜自己的札幌刚萨多 仙台维加泰主场南季厚望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仙台维加泰近济至今表现不佳 20轮联赛踢完 他们才赢下三场比赛而已 目前G16分排在末流的位置 造成仙台维加泰成绩未如理想的主因 是严重的攻守失衡 军场入0.85球 却失1.7球 军场失球刚刚好是入球的一倍 更为不利的是 上轮联赛闷合普和红钻之后 仙台维加泰已经接近一个半月 在联赛南球一胜 球队不具备争胜利 另外 今季首次面对闸谎刚萨多 仙台维加泰同样落败 球员心里处于下风 即使主场作战 仙台维加泰失忆仍然不宜高估 对比主队仙台维加泰经济的低迷 闸谎刚萨多经济整体表现不错 虽然后者现实排在积分榜下半区 但他们比前面多支球队要少踢一轮或者二轮 只要他们精湛能全取三分 闸谎刚萨多就能回到上半区 由此可见 球队战役十足 值得留意的是 即使今季位球队入球最多的射手安达陈洛佩斯 已经在今个月初转头中抄的武汉队 闸谎刚萨多的进攻势必受到影响 但队内还有金子拓郎和小伯刚等多名实力不俗的攻击球员 球队的进攻应能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 另外 闸谎刚萨多最近三次联赛对阵先台维加泰保持不败 此番在战近期不在状态的先台维加泰 闸谎刚萨多有信心带走三分 阵容方面 中场深井一息殷商必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